星期日早上我多数会做西式早餐 而煎蛋当然不少 只不过有时小朋友太喜欢吃鸡蛋 一来就要吃三只鸡蛋的话 这也挺麻烦的 我喜欢鸡蛋 可以吃三只鸡蛋 可以吃三只鸡蛋 想吃这么多鸡蛋? 没办法 不过我有办法 可以把鸡蛋一分为二 首先之前一晚我把鸡蛋放在冰箱里 我今早就因为做鸡蛋 要做煎蛋 所以我就用冰箱拿回鸡蛋 你看到这两只鸡蛋 其实在冰箱拿出来后 已经有链痕了 很简单 放它进暖水里就更容易切 但记住不要放太久 否则蛋白就会溶 然后拿出来 把鸡蛋切片 因为切片不是很硬 所以用了八封利的刀就可以切 现在放在锅上煎 你会看到两只鸡蛋 但我已经可以做到 好像六只鸡蛋 如果你的鸡蛋做得好 其实可以做八只鸡蛋 在这里煎吧 大概煎三至四分钟左右 似乎你想它多熟 哇,你看看 搞定了 是不是好像四只鸡蛋在多小上面呢?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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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